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刪讀 請問宴會有沒有意義 有意義 現在進行表決 針對民進黨黨團提議 繼續進行刪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犯罪 戰三 尚首 齊! 這て 過過的不容易 好深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71年 赞成52年 反对19年 赞成者多数 扁案继续进行删读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国民法官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使国民与法官共同参与刑事审判 提升司法透明度 反映国民正当法律感情 增进国民对于司法制了解及信赖 称显国民主权理念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 国民法官 指依本法选任参与审判及终局评议之人 二 被位国民法官 指法院室审理是要依本法选任 于国民法官不能执行其职务时 依序地补为国民法官之人 三 终局评议 指国民法官法庭与辩论终结后 由法官与国民法官就事实之认定 法律之适用及科刑 共同讨论表决之程序 四 国民法官法庭 指由法官三人及国民法官六人 共同组成就本法所定行 国民参与审判之案件 共同进行审判之合议庭 第三条 行国民参与审判之案件 由法官三人及国民法官六人 共同组成国民国 国民法官法庭共同进行审判 并以庭长充审判长 国庭长或庭长有序幕时 以法官中资深者充之 资同以联想者充之 中华民国国民 有依本法规定担任国民法官 或被位国民法官 参与刑事审判之权利及义务 国民法官之权认 应避免权认 带有偏见 歧视差别待遇 或有其他不当行为之人担任 第四条 行国民参与审判之案件 除本法有特别规定外 适用法院组织法刑事 诉讼法及其他法律制规定 第二章 适用案件及管想 第五条 除少年刑事案件及 贩毒品为害防治条例之罪之案件外 夏天清检察官提起公诉 前由地方法院管辖之 第一审判件 应行国民参与审判 一 所犯罪性本行为 十年以上有其徒刑之罪 二 故意犯罪 因而发生死亡结果者 前项罪名 以起诉出 记载之犯罪 事实及所犯法条为准 检察官非也第一项 锁定案件起诉 法院于第一次审判前日前 认为应变更所犯法条为地上之罪名者 应裁定刑国民参与审判 刑事诉讼法第265条 制规定 于行国民参与审判之案件 不顺用之 行国民参与审判之案件 便告未经选证辩护人者 审判长应指令公社辩护人或律师 第一项案件 法院得顺利专业法庭办理 第六条 应行国民参与审判之案件 有下令情形之一者 法院得意志询获当事人 辩护人 辅佐人之申请 于听取当事人 辩护人 辅佐人之意见后 裁定不行国民参与审判 一 有事实足任行国民参与审判 有难其公正之余 二 对于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本人获其配偶 八星等类 血迹 五星等类 因亲或家长家属之生命 身体自由 名誉 残产 有至深危害之余 三 案件情节反暂 或需高度专业决视 非经长久时日显难完全审判 四 被告就备诉事实为有罪之陈述 经审判长告知 被告通常审判程序之旨 且依案件情节 任不行国民参与审判为适当 五 其量有事实足任行 国民参与审判行不适当 于国民法官法庭组成后 法院于前项裁定前 并应听取国民法官 并为国民法官之意见 法院为第一项裁定 应判除公共利益 国民法官以备为国民法官之负担 及当事人诉讼 权益之军能维护 第一项裁定 当事人得抗告 抗告中停止审判 抗告法院应及时裁定 认为抗告有理由者 应自为裁定 以第一项规定裁定 目前国民参与审判之案件 裁定前 以法定程序所进行之诉讼程序 前向力不受影响 第七条 检察官已被告犯 应刑国民参与审判之罪 与非应刑国民参与审判之罪 合并习诉者 应合并刑国民参与审判 但关于非应刑国民参与审判之罪 法院得于第一次审判情绪前 听取当事人 辩护人及辅佐人之意见后 裁定不行国民参与审判 前向裁定当事人的抗告 抗告中停止审判 第三章 国民法官及备位国民法官 第一节通则 第八条 国民法官正职权除本法令有规定外 与法官同 第九条 国民法官依据法律独立行刑者 全部凶任何干涉 国民法官应依法公平诚实执行职务 不得为有害司法公正性欲之行为 国民法官不得泄露评议秘密 及其他职务上知悉之秘密 第十条 法院任有必要时得选任一人制四人为备位国民法官 与国民法官不难制行其职务时 依据递补为国民法官 前二条规定于备位国民法官准用之 第十一条 国民法官备位国民法官 及受通知到庭之候选国民法官 应按道庭的热书之给日费 旅费及相关必要费用 前向费用之给办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二节国民法官及被位国民法官之资格 第十二条 你满二十三岁 且在地方法院管辖区内继续居住 四个月以上之中华民国国民 有备选认为国民法官被位国民法官之资格 前向年龄及居住期间之计算 均以算制被选国民法官复选名册 供选用年度是一月一日为准 并以户籍登记资料为依据 第一项居住期间之计算 自户籍侵入登记之日计算 第十三条 有下列进行之议者 不得被选任为国民法官 被位国民法官 一 取得公权 尚未复权 二 曾任公募人员而受免除职务处分 或受彻职处分 其停职任用期间尚未届满 三 现任公募人员而受休职停职处分 其休职停职期间尚未届满 四 人身自由依法收据处中 五 应按经检察官提起公诉 或申请以检疫判决处刑 或经自诉人提起自诉 尚未判决确定 六 曾受有期徒刑 以上行之宣告确定 七 受有期徒刑 以上行之宣告确定 限于缓刑期内或期满后未届二年 八 于缓起诉期间内 或期满后未届二年 九 受观察略计或戒职处分 尚未执行或执行 未满二年 十 受监控或辅助宣告 尚未撤销 十一 受破产宣告 或经裁定开始清算程序 尚未复权 第十四条 下列人员不得被选任为 国民法官备位国民法官 一 总统 副总统 二 各籍政府机会首长 政务人员几名一代表 三 政党党务工作人员 四 现役军人警察 五 法官或曾任法官 六 检察官或曾任检察官 七 律师公社并护人或曾任律师公社并护人 八 现任或曾任教育部审定 合格制大学或独立学院专任教授 护教授或助理教授 讲授主要法律科目者 九 司法院法务部及所属各机关制公务人员 十 司法官考试律师考试及格制人员 十一 司法警察官 司法警察 十二 未完成国民教育制人员 第十五条 下令人员不得就行国民参与审判事案件 被谁认为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一 被害人 二 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 八亲等类之血亲 五亲等类之姻亲或家长家属 三 与被告或被害人定有婚约 四 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辅助人 五 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被害人之同居人或受雇人 六 现为或曾为被告之代理人 辩护人或辅佐人 或曾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之代理人辅佐人 其 现为或曾为告诉人 告诉代理人 告发人 证人或鉴定人 八 曾参与依侦查或审理者 九 有具体施政主任其执行职务 有难其公正之欲 第十六条 有下列请行职议者得拒绝被选为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一 年满七十岁以上者 二 公立或以另岸私立学校制教师 三 公立或以另岸私立学校制在向学生 四 有重大疾病伤害生理或心理因素 致执行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职务前有困难 五 执行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职务有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之余 六 应看护养欲亲属 五 执行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职务前有困难 七 因重大灾害生活所养赖之基础受险著破坏 有处理为生活重建事务之必要时 八 因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是重大需要 执行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职务前有困难 九 曾任国民法官或被为国民法官未满五年 十 除钱款情形外 曾为候选国民法官经通知道庭未满一年 前向年龄及期间制计算 均以候选国民法官通知书送达之日为准 第三届国民法官及被为国民法官职务任 第十七条 地方法院应于每年九月一日前 将所估算之次年度所需被选国民法官人数 通知管辖区域内之直辖市县市政府 前向之直辖市县市政府应于每年十月一日前 自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 具有第十条第一项之资格者 以随机中选方式选出地方法院所需人数之 被选国民法官 造句被选国民法官初选名册送交地方法院 前向被选国民法官初选名册之制作及管理办法 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 第十八条 各地方法院应设置 被选国民法官省和小组 院长获其指定决认为当然委员兼召集人 其余委员五人由院长聘任项链人员组成之 一 该地方法院法官一人 二 该地方法院对应之检察署检察官一人 三 该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 这指向是县市政府民政局处长 或其指派之代表一人 四 该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律师公会 推荐之律师代表一人 管辖区域内无律师公会者 得由全国律师联合会推荐之 五 钱款无外之该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之 学者专家或社会公正人士一人 第十九条 备选国民法官审核小组 这指权如下 一 审查指向是县市政府自作 指备选国民法官初选名册是否正确 二 审查备选国民法官有无第十三条 后第十四条锁定情形 三 造句备选国民法官复选名册 备选国民法官审核小组 为前项审查这必要 得搜集资料及调查 相关资料保管机关应与配合 前项备选国民法官审核小组 审查程序搜集资料与调查方法 及其他职权行使事项之办法 由司法院定之 备选国民法官审核小组委员 及其他参与人员 应执行局务所之息之个人资料 应与保密 第二十条 地方法院与备选国民法官复选名册 造句完成后 应以书面通知名册内之各 备选国民法官 第二十一条 行国民参与审判之案件 于审判期日之诉讼程序前 法院因此被选国民法官复选名册中 以随机抽选方式 选出该案所需人数之后选国民法官 定为必要之调查 以审核其有无不具第十二条 第一项锁定资格 或有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 锁定情形而应与出命 前项的情形如后选国民法官 不足该案所需人数 法院应依前项规定抽选审核辅之 第二十二条 法院应与国民法官选任期日 三十日前 以书面通知后选国民法官 于选任期日闹听 前项通知 因并检赴国民参与审判制度 干扰书明书 候选国民法官调查表 候选国民法官应就调查表 据实填在之 并于选任期日 十日前送交法院 前项书明书及调查表 应记载这事项由司法院立之 法院于收受第二项之调查表后 因为必要是调查 如有不去第十二条 第一项锁定资格 或有第十三条 至第十五条锁定情形 或有第十六条锁定情形 且经其成名拒绝被选任者 应与除名并通知之 第二十三条 法院应与国民法官选任期日 二日前 将因道庭之候选国民法官名册 送交检察官及辩护人 法院未进行国民法官选任程序 应将因道庭之候选国民法官之调查表 提供检察官及辩护人检院 但不得冲露或涉影 第二十四条 国民法官选任期日 法院应通知当事人及辩护人 被告于选任期日得不到场 法院认为不适当者 亦得禁止或限制被告在场 第二十五条 国民法官选任程序不公开之 非经检察官辩护人 道庭不得进行 法院未续行国民法官选任程序 经面告以下次应道之日时处所 及不到场之处罚 并记名笔录者 亦以送达通知 有同意之效力 第二十六条 法院未进行第二十七条之程序 得随时依职权或检察官辩护人之申请 对道庭之候选国民法官进行询问 其项询问 经法院认为适当者 得有检察官或辩护人直接行之 请按照这询问 法院得适进行对候选国民法官这全体 部分或个别为之 且不以一次违宪 候选国民法官对于第一项第二项询问 不得为虚伪之陈述 非有成当理由不得拒绝陈述 候选国民法官不得泄露 因参与 选任其日而知悉之秘密 法院应于第一次询问前 告知候选国民法官 请问项义务及违反之法律效果 第27条 候选国民法官不具第12条 第一项锁定资格 或有第13条至第15条 锁定情形 或违反第26条第4项规定者 法院应依依执行或当事人 辩护人之申请 裁定不选任之 但并不仍依第15条 第9条所为之申请 不得与被告明确资 意思相分 法院任候选国民法官 有第16条第一项锁定情形 且经其成名拒绝被选任者 因为不选任之采定 第28条 检察官被告与辩护人 于前条锁定程序后 另得不负理由申请法院 不选任特定之候选国民法官 但检察官被告与辩护人 双方各不得于四人 辩护人之申请 不得与被告明确资 意思相分 双方均提出第一项申请者 应救护为之 并由检察官先行申请 法院对于第一项之申请 因为不选任之采定 第29条 法院应与践行前二条制程序后 自道庭且未受不选任 采定之候选国民法官中 以抽签方式抽选六名国民法官 及所需人数之被为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经选出后 应变定其地府序号 第30条 除依前调制抽选方式外 法院任有必要 请今检察官并无人同意者 得先以抽签方式自道庭之 候选国民法官之后 抽出已定人数 对其编定序号 并为第27条第28条 之不选任采定 经抽出且未受采定不选任者 依序号顺次定位国民法官 并为国民法官制阻任为之 法院未选出组额之国民法官 及被为国民法官 得重复为前项之程序 检查第二项规定 与前二项之情形转用之 第31条 无足够候选国民法官 可受抽选为国民法官 或被为国民法官时 法院不得进行抽选部分 国民法官或被为国民法官 应重新进行选任程序 第32条 关于选任程序之裁定 不得抗告 第33条 法院未调查第12条 第一项第13条 之第13条 顺项得利用相关之 个人资料库 个人资料库 进行自动化 检核 管理及维护制机会 不得拒绝 并应提供批字化 查询界面及使用权限 第34条 关于践行选任程序 必要事项之办法 由司法院定之 第四节 国民法官及被为国民法官之 解任 第三十五条 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 有项链行指引者 法院应一执行 或当事人 辩护人 辅助人之书面 申请以裁定解认之 一 不去第12条 第一项锁定资格 或有第13条 至第15条 锁定情形 二 为一本法 规定宣誓 三 于选任程序 受询问时 维讯未知 陈述 途任其继续 执行 之物已不适当 四 为一本法规定全程 参与审判期日之诉讼程序 参与终局评议 足任其继续 执行 职务 已不适当 五 不听从审判长 职指挥 至妨害审判期日之诉讼程序 或终局评议 之顺畅进行 足任其继续 执行 职务 已不适当 六 为有 和司法公正 信誉 之行为 或泄露英语 保密之事项 足任其继续 执行 职务 已不适当 其其他可规则于 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职事有 足任其继续 执行职务 不适当 八 因不敢抗力 税由 这不能或 不宜执行职务 法院为前项裁定前 应听取当事人 辩护人 及辅佐人之意见 并与该国民法官 或被为国民法官 陈述一件之机会 其程序 不公开之 第一项之裁定 当事人 辩护人 或辅佐人 得申请 撤销 并更为裁定 其项之申请 由同法院之其他 合议庭裁定 于程序终结前 应停止诉讼程序 其项裁定 应及时为之 认为申请有理由者 应撤销原裁定 并自为裁定 第四项裁定 不得抗告 第36条 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于盛全任后 有第16条 第一项 第四款之地 包括情形之一 致继续执行 职务前有困难者 等于书面向法院 申请辞去其职务 法院任 其项申请为 无理由者 应裁定 不回之 认为有理由者 应裁定 且认之 其项 裁定 不得抗告 第37条 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应前二条 是规定 且认者 国民法官 所身缺额 由被为国民法官 依序 逮捕之 被为国民法官 所身缺额 由序号 在后之 被选 国民法官 逮捕之 无被为国民法官 可逮捕国民法官 缺额时 法院应重新 践行 随认程序 补足之 第38条 有下列 其行 注意者 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依序 及包装了 以宣誓判决 二 今一 第六条 第一项之规定 裁定 不行 国民参与 审判确定 第五节 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及候选 国民法官 之保护 第39条 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于执行职务期间 或候选 国民法官 及受通知 到庭期间 其所属机关 各学校团体公司 常常应给予工匠 并不得以 其信任 或承认 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或候选 国民法官 为由 予以任何 职务上 不利之处分 第40条 除有特别 规定转位 任何人 不得揭露 个人资料 保护法 第二条 第一款 锁定属于 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或候选 国民法官之个人资料 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或候选 国民法官 个人资料 保护之方式 其间 范围处理 及利用等事项 之办法 由司法院 会同行政院定之 第41条 任何人 不得意图 影响审判 并以任何方式 与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或候选 国民法官 接触联络 任何人 不得向 现任或 承认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或候选 国民法官之人 刺探依法 应与保护之事项 第42条 法院得意 职权或当事人 拼护人 辅佐人 国民法官 或被为国民法官 之申请 对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予以必要之 保护措施 第四章 审理程序 第一节 起诉 第43条 行国民参与 审判之案件 检察官起诉时 应向管辖法院 提出其诉书 并不得将劝送其政务 一并送交法院 其诉书 应记载下列事项 以被告知性名 性别出身 以日日 身份证明文件编号 住所或居所 或其他足资辨别之特征 二犯罪事实 三所犯法条 前向第二款之犯罪事实 以在明日 时处所及封法特定之 其诉书 不得记载 实法院 就案件 产生预断之余 这内容 行事诉讼法第161条 第二项是第四项之规定 于行国民参与 审判试案件 不适用之 第二节 基本原则 第四十四条 于起诉后 至第一次审判期日前 有关强制处分 及证据保全之事项 有未参与 本案审理之管辖 法院法官处理之 但因管辖 法院法官缘而不足 知不能有未参与 本案审理之法官处理 是不在此限 前向再说其行 法官不得接受 或命提出于 该强制处分 审查无关之陈述或证据 第四十五条 为使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易于理解 得以实施参与 并避免造成其 时间与精神上 之过重负担 法官检察官或 并误人 应为下列各款 事项之处理 一 于准备程序 进行详尽之 争点整理 二 于审判期日之诉讼程序 进行其中迅速之 调查证据及辩论 三 于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请求是 进行 足 足位 厘清其 疑惑之说明 于终局 评议时 使其完整 陈述意见 第四十六条 审判长只会诉讼 应注意 法庭上之言辞 或书面 陈述 无使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产生 预断之疑 或偏见之事项 并随时 为必要之 产明或 厘清 第三节 准备程序 第四十七条 法院应于第一次 审判 协议前行 准备程序 准备程序 等为下列 各款事项之处理 以起诉效力 所及之范围 与有无 应变更 检察官所应 应使用 法条之情形 二 询问被告及 辩护人对 检察官起诉 事实是否为 认罪之答辩 三 案件 争点之成立 四 效应为 证据调查之申请 五 有关证据 开示之事项 六 有关证据能力 及证据有无 调查必要 知识项 七 一 直询调查之证据 与当事人 辩护人或辅佐人 陈述意见之机会 八 命为鉴定 或为看业 九 确认证据 调查之范围 次序 及方法 十 与学院程序 有关之事项 十一 其他与审判 有关之事项 法院应依 前项 准理结果 做成审理计划 审理计划之格 是 即应记载 知识项 由司法院定之 准备程序 得以庭院 一人为 宿命访婚型之 宿命访婚型 准备程序 与法院 或审判长 有同一支呈现 但第五十条 第一项 第六十条 第一项 第六十条 第一项 第二项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十一条 之裁定 不适用之 第四十八条 法院应指定 准备程序 期日 存问被告 并通知 检察官 庇护人 及辅佐人 到庭 法院任有必要者 得存问或通知 诉讼关系人 与准备程序 期日到庭 检察官 庇护人 不到庭者 不得行 准备程序 第一次准备程序 期日之 传票或通知 致指应于 十四日前送达 第四十九条 法院为处理 第四十七条 第二项 之各款事项 得对当事人 辩护人 辅佐人 及诉讼关系人 为必要之 讯问 第五十条 准备程序之进行 除有下列 请行之一 者外 应与公开 法庭行之 一 法律 另有规定者 二 有妨害 国家安全 公共秩序 或善良 风俗之余 经裁定 不予公开 三 为其程序 设立进行 经听取当事人 辩护人 及辅佐人 之意见后 裁定不予公开 前向裁定 不得抗告 国民法官及备为国民法官 与准备程序 其日 无需道庭 第五十一条 检察官庇护人 应准备程序之必要 以相互联络 以确认下列事项 以检察官起诉书 记载之犯罪事实 所犯法调及被告之 承受或答辩 二 本案之申点 三 双方预定 申请调查证据项目 代证事实及其范围 次序及方法 四 双方队 申请调查证据之意见 庇护人应于第一次 准备程序其日前 与被告事先确定 事实关系准理征典 法院认为 适当者得于 准备程序其日前 联系检察官庇护人 并协商诉讼 进行之必要事项 第五十二条 检察官 检察官应准备程序之必要 应以准备程序注册 分别具体记载 下列各款证事项 提出于法院 并将删本送达于被告或辩护人 因申请调查之证据 及其与代证事实之关系 二 申请传闻之证人 签订人 通议之姓名 姓别 住居所 及预期 请问所需之时间 且向事项 有补充或 跟证者 应另一准备程序 书证或 当天以言辞 提出于法院 且向书证 其承受不得 包含于起诉 犯罪事实 无关之事实 证据 即使法院就案件产生 预断之余之内容 检察官 依第一项 第二项 规定申请调查证据 应慎选证据为之 法院得益 听取检察官 辩护人之意见后 定第一项 第二项 书证或 陈述之 提出其限 第五十三条 检察官于起诉后 应其向 拼护人或 被告开释 本案之 卷宗其证物 但有下列 其行之一者 检察官得 拒绝开释 或限制开释 并应同时 以书面 告示理由 以卷宗其证物之内容 与备诉 事实无关 二 设 妨碍 另爱之 专长 三 是其当事人 或第三人之 隐私或业务秘密 四 危害他人 生命 身体之余 前向之开释 既指赋予 辩护人得检阅 超路重置 或摄影卷宗 及证物 或被告得 预纳费用 向检察官 请求赋予 卷宗及证物之 引本 或经检察官许可 得在确保 卷宗及证物安全 之前提下 检阅原本之机会 其收费标准 及方法 由行证院定之 检察官应与受理 辩护人或被告师 申请后 五日内开释之 如无法 与五日内开释完毕者 等于并护人或被告 何以为适当之延展 第五十四条 并护人 与检察官 一前条式 规定开始证据后 应以准备 程序书状 分别具体 计则下来 一个缓决事项 提出于法院 并将善本 送达于检察官 一 被告对检察官 起诉事实认罪 与否之陈述 如否认犯罪 其拿便 其对起诉事实 征止或不征止之陈述 二 对检察官 申请调查证据 之证据能力 及有五 调查必要之意见 三 申请调查之证据 及其与待证事实之关系 四 申请存患之证人 鉴定人 通议之姓名 性别处居所 及预期 解问所需之时间 五 对检察官所 应应应用 应适用法条之意见 其向各款事项 由补充或更正者 应另以准备程序书状 或当庭 以言辞提出于法院 第五十二条 第三项至 第五项规定 于前二项之 进行准用之 被告已得 提出关于第一项 各款事项之书状或陈述 于此进行 准用第五十二条 第三项 第四项之规定 第五十五条 庇护然或被告 依前条 第一项 第二项 第四项规定 向法院申请调查证据之行 应及向检察官 开示下令项目 应申请调查之证据 而申请损换之证人 鉴定人 或通议于审判其日前陈述之记录 无该记录者 既在预料其等于审判其日陈述要者之书面 第五十三条 第三项之规定 于前项进行准用之 第五十六条 检察官与庇护人 一前条之规定 开始证据后 应表明对 庇护人或被告 申请调查证据之证据能力 及有无调查必要之意见 前项事项由补充或跟证者 应令提出于法院 第五十二条 第五项之规定 于前二项之情形准用之 第五十七条 检察官庇护人 任他在违反 第五十三条 第五十五条规定 未开示 应开示之证据者 得申请法院裁定 免开示证据 前项裁定 法院的指定 开始证据 其分法或附加条件 法院为第一项裁定前 应先提取他 资料意见 约任有必要时 得命检察官 向法院提出证据清策 或命当事人 辩护人向法院提出该证据 并不得使任何人 检阅 中路重置或摄影之 关于第一项裁定的抗告 法院裁定 免开示证据者 抗告中停止执行 抗告法院应及时裁定 认为抗告有理由者 应自为裁定 第五十八条 检察官或并护人 未履行前条 第一项之开始命令者 法院得以裁定 驳回其调查证据之申请 或命检察官并护人 立即开示 全部持有或保管之证据 第五十九条 法院为前条式裁定前 应审说其 违反义务之太阳原因 及所造成之不利益等 情绪审慎为之 第六十条 存有第五十三条 之卷宗及证据内容者 不能就干内容为 非正当目的之使用 违反前下规定者 除名连向 有其同行 均益或科新台币 十五万元以下罚金 第六十一条 告诉代理人或诉讼 参与人之代理人 为律师者 与起诉后得向 检察官请求 检阅卷宗及证物 并得超路重置或摄影 无代理人或代理人 为非律师之诉讼 参与人与起诉后得 预纳费用 向检察官请求 赋予卷宗及证物之云本 第一项及第二项 卷宗及证物之内容 与被告被诉事实无关 或足以妨害另案之侦查 或涉及当事人 或第三人之隐私 或业务秘密 或有危害他人 生命双铁之遗者 检察官得限制之 并同时以书面告知理由 对于检察官依前项 所为之限制不服者 告诉代理人 诉讼参与人 或其代理人 得申请法院车销 或变更之 但代理人所为之申请 不得予告诉人 或诉讼参与人 明示之意思相本 法院就结项之申请 所为裁定 不得抗告 第62条 法院应于准备程序终结前 就申请或咨询调查证据 之证据能力 有无为裁定 但就证据能力 之有无 有于审判 其日调查之必要者 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当事人或辩护人 申请调查之证据 法院认为不必要者 应于准备程序终结前 以裁定不回之 下列情形应认为不必要 一 不能调查 二 与待证事实 无重要关系 三 待证事实 已真明了 无再调查之必要 四 同意证据 再行申请 法院于第一项 第二项裁定前 等为必要之调查 但非有必要者 不得命提出 所申请调查之证据 法院以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为裁定后 应所评之基础 事实改变 至因为不同之裁定者 应急重新裁定 就申请调查之证据 四 认为不必要者 一同 审判期日时 申请或咨询调查之证据 法院应与调查 该项证据前 就其证据能力 有无为裁定 就申请调查之证据 认为不必要者 一同 证据经法院 裁定无证据能力 或不必要者 不得于审判期日 主张或调查之 第一项 第二项 第五项及 第六项之 裁定不得抗告 第六十三条 法院于第四十七条 第二项各款 事项处理完毕后 应与当事人及辩护人 确认 整理结果 及整理计划内容 并宣示准备 程序终结 法院任有必要者 得裁定命再开 以终结之 准备程序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辩护人 于准备程序终结后 不得申请调查新证据 但有项列情形 均久不在此线 一 当事人辩护人均同意 检访约认为适当者 二 于准备程序终结后 时取得证据或知悉其存在者 三 不慎妨害诉讼程序之进行者 四 为真值审判中证人证术内容 而有必要者 五 非因过失 未能于准备程序终结前申请者 六 如不许其提出显示公平者 前向的诞书 各款是由 应由申请调查证据之人 是明知 违反第一项之规定者 法院应补回之 第四节 审判期日 第六十五条 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 于第一次审判期日前 应行宣誓 被为国民法官经递补为 国民法官者应另行宣誓 请二项宣誓之程序 试词内容 及笔录制作等 事项之办法 由司法院定之 第六十六条 审判长于 签条第一项之程序后 应向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说明项列事项 一国民参与审判之程序 二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之 权限 以无违背义务之 宠罚 三情绪审判之 基本原则 四被告 闭诉罪名之构成要件 及法令解释 五审判期日 预估所需之时间 六其他应注意之事项 审判期日之 诉讼 程序进行中 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 就前项锁定 事项有疑惑者 得请求审判长事宜 第六十七条 审判期日 国民法官有劝额者 不得审判 第六十八条 审判期日 除有特别情形外 应连日结许开庭 第六十九条 关于证据能力 证据调查必要线 与诉讼程序之裁定 及法令之解释 专有法官合议决定之 于决定前任由必要者 得听取检察官并护人 国民法官及被为 国民法官之意见 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 对于前项之决定 有疑惑者 得请求审判长事宜 第七十条 审判官与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八十八条 第一项之调查 证据程序前 应向国民法官访庭 说明经议第四十七条 第二项整理之项例事项 一代证事实 二申请调查证据之范围 自序及方法 三申请调查之证据 与代证事实之关系 被告并误人主张 代证事实或申请调查证据者 应于检察官为前项之说明后 向国民法官法庭说明之 并准用前项规定 第七十一条 审判长于前调程序完毕后 应说明准备程序 整理真点之结果 及调查证据之范围 次序及方法 第七十二条 审判长于听取当事人 辩护人之意见后 得并跟准备程序所 拟定调查证据之范围 次序及方法 第七十三条 当事人辩护人申请传换之证人 鉴定人通议 与审判长为人别讯问后 由当事人辩护人 直接结问之 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 于证人鉴定人通议 经结问完毕 得于告知审判长后 于待证事项范围内 自行或请求审判长 补充讯问之 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 于审判长就 备诉事实讯问 备告完毕 得于告知审判长后 就判断罪责及可行之 必要事项 自行或请求审判长 补充讯问之 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 于被害人或其家属 陈述意见完毕 得于告知审判长后 于离经其陈述意志之范围内 自行或请求审判长 补充讯问之 审判长任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依前三条所谓之 讯问或询问为 不适当者 得限制或禁止之 第七十四条 当事人辩护人 申请调查证据之笔录 结计他可谓证据之文书 由申请人向国民法官法庭 踏造当事人辩护人 或辅佐人宣读 前向文书由法院一职权调查者 审判长依向国民法官法庭 当事人辩护人 或辅佐人宣读 前二项其行经 当事人及辩护人同意 且法院认为适当者 得以告以要职代之 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文书 有关封化公安 或有毁损他人民之余者 应交国民法官法庭 当事人辩护人 或辅佐人阅览 不得宣读 如当事人或辩护人 不解其意义者 并由申请人 或审判长告以要职 第七十五条 其量是规定于文书外之证物 由于文书相同之效用者准用之 录音录影电磁记录 或其他相类似之证物 可为证据者 申请人应以适当之设备 显示声音影像符号或资料 使国民法官法庭 他造当事人 辩护人或辅佐人 辩任或告以要职 其项证据由法院一职权调查者 审判长应以前项方式 使国民法官法庭 当事人辩护人 或辅佐人辩认或告以要职 第七十六条 当事人辩护人申请调查 指证物由申请人提示 与国民法官法庭 他造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辩认 法院一职权调查者证物 审判长应提示 于国民法官法庭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辩认 请那项证物如细文书 而当事人或辩护人 不解其意义者 并由申请人或审判长 告以要职 第七十七条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等于个别证据调查完毕后 请求表示意见 审判长认为适当者 义得请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表示意见 审判长应语证据调查完毕后 告知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得对证据证明力表示意见 第七十八条 一第七十四条 至第七十六条 锁定程序调查至证据调查完毕后 应令及提出于法院 但今法院许可者得紧提出副本 第七十九条 调查证据完毕后 因命依掐列次序 结果事实及法律分别辩论之 一检查婚 二被告三辩护人 前项辩论后 因命依统一次序 就科刑范围辩论之 于科刑辩论前 并应与到场制造素人 被害人或其家属 或其他依法的陈述意见之人 就科刑范围表示意见之机会 以依前二项辩论者 得再为辩论 审判长亦得命再行辩论 第八十条 参与审判之国民法官 有根议者 除第三十七条 第一项之情形外 因更新审判程序 新任国民法官 有疑惑者 得请求审判长 适宜 前项审判程序之 更新审判长 因斟酌 新任国民法官 对于争点 已经调查完毕证据之 理解程度 及权力国民法官 与被为国民法官 负担程度之 均衡维护 第五节 终局评议及判决 第八十一条 终局评议 除有特别情形外 应于辩论 终结后及时行之 第八十二条 终局评议 由国民法官 法庭 终局评议 由国民法官 法庭 法官 与国民法官 共同行之 依据讨论 事实至认定 法律制适用于个刑 且向之评议 应由法官及国民法官 全程参与 并以审判长为主席 评议时 审判长应肯切 书名刑事审判基本原则 本案事实于 法律之争点 及整理各项 证据之调查结果 并与国民法官 法官 自处 陈述意见 及充分讨论之机会 且致力 确保国民法官 胜尽其独立 判断之职责 审判长任有必要 审议向国民法官 说明经法官合议 决定之证据能力 证据调查必要行之判断 诉讼 程序之裁定 及法令之检释 国民法官 因依前项之说明 行使第一项锁定之职权 评议时 因依序有 国民法官及法官 就事实之认定 法律制适用 及科刑 个别阐述意见 国民法官 不得因其 就评议事项 系数少数意见 而拒绝对 次一 因行评议事项 阐述意见 旁听之 被为国民法官 不得参与讨论 及陈述意见 第83条 有罪之认定 以包含国民法官 及法官双方意见 在内 达4分之2以上之 同意决定之 未或该比例人数 同意时 因遇之无罪之判决 或为有利于 被告之认定 免诉无处理 或管强错误之认定 以包含国民法官 及法官双方意见 在内 或半数之 同意决定之 有关科刑事项之品意 以包含国民法官 及法官双方意见 在内 过半数之意见 决定之 但死刑之科处 非以包含国民法官 及法官双方意见 在内 达3分之2以上 之同意 不得为之 且向本文之评议 因国民法官 及法官 之意见 其意 而为达 包含国民法官 及法官双方意见 在内 之过半数 意见者 以追捕利 与被告之意见 顺次算入 次捕利 与被告之意见 制度包含国民法官 及法官双方意见 在内之 过半数 意见为之 为评决结果 第84条 中局评议 于当日 不能终结者 除有特别情形外 应于意志 皆许为之 第85条 国民法官 及法官 就中局评议时 所为之 个别意见 陈述 意见 分布 情形评议之 经过 应严守秘密 案件之当事人 辩护人 或辅佐人 等于裁判 确定后 申请阅栏 评议意见 但不得抽露 摄影或影影 其向 这请行 个人资料 保护法 第二条 第一款 所定 属于 国民法官 之个人资料 应与保密 不得 公阅栏 第86条 中局 评议 终结者 除有特别情形外 应及宣誓判决 宣誓判决 因朗读 主文 说明 其意义 但各刑判决 得仅宣誓 所犯之罪 及主刑 宣誓判决 应通知 国民法官到庭 但国民法官 未到庭 亦得为之 判决 经宣誓后 致持 应与 判决宣誓 之日 其30日内 将判决书 原本 交付书记官 第87条 国民法官 法庭宣誓之判决 有法官 制作 判决书 并签名之 且应 记载本件 经国民法官 全体参与 审判之志 第88条 有罪之判决书 有关认定犯罪 事实之理由 得请记载 证据名称 及对重要 征典判断之理由 第6节 上诉 第89条 国民法官 不具第12条 第一项 锁定之资格 或有第13条 第14条 锁定行者 不得为上诉之理由 第9十条 当事人便误然 于第二审访院 不得申请调查 新占据 但有项列 情形之一 而有调查之必要 则不在此线 一 有第64条 第一项 第一款 第四款 或第六款 之情形 二 非因故事 未能于第一审申请 三 于第一审辩论 终结后 史存在或 成立之事实证据 有证据能力 并经原审 合法调查之证据 第二审 法院得 尽作为判断之一据 第九十一条 请国民参与审判之案 建议上诉者 上诉 法院 依本于国民参与 审判制度之宗旨 妥事行水期 审查 权限 第九十二条 第二审 法院认为 上诉有理由 或上诉 虽无理由 而原审判决 不当或违法者 应将原审判决 经上诉之部分 撰销 但关于事实制认定 原审判决 非违背经验仿则 或论理法则 显然影响于判决者 第二审法院 不得予以撤销 第二审法院 撤销原审判决者 应就该案件 自为判决 但因原审判决 有项链 进行之一 而撤销者 应以判决 将该案件 发回原审法院 依预知 管强错误 免诉 不受理系 不当者 二 有刑事诉讼法 第379条 第一款 第二款 第六款 第七款 或第13款 判决确定后 参与判决 之国民法院 应该案件 犯职务上之罪 已经证明 且足以影响 原判决者 亦得申请再審 第五章 法则 第九十四条 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要求 其约或 收受贿赂 或其他 不振利益 而选以 步行使其职务 或为一定之行使者 处三年上 十年下 有期同行 得并科 新台币 二百万元 影像法金 候选国民法官 亦为为国民法官 或被为国民法官时 亦以步行使国民法官 或被为国民法官之职务 或为一定之行使 要求其约或 收受贿赂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亦为国民法官 或被为国民法官 后履行者 一同 犯前恶项之罪 于犯罪后自首 如有所得 并自动 较将全部 所得财务者 减薪或 免除其刑 因而常或 其他证据或 共犯者 免除其刑 犯第一项 第二项之罪 在侦查中 自白 如有所得 并自动 较将全部 所得财务者 减薪其刑 因而常或 其他证据或共犯者 减薪或免除其刑 犯第一项 第二项之罪 情节轻微 而其所得 或所屠得财务 或不胜利益 在新台币 五万元以下者 减薪其刑 第九十五条 对于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行求企业 或交付贵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约其不行时 其职务或 一定之行使者 处一年以上 亲眼下 有期徒刑 得并哥 新台币 一百万元以下 罚金 犯前项之罪 而自首者 免除其刑 在侦查 或审判中 自白者 减薪或免除其刑 奔第一项之罪 情节轻微 而其 行求 其约或交付质 财务 或不胜利益 在新台币 五万元以下者 减薪其刑 第九十六条 意图使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不刑事 其职务 或委 一定之刑事 或意图 奉付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之职务 刑事 对其本人 或其配偶 八亲等内 写信 五亲等内 殷勤或 家长家属 实行犯罪者 依其所犯之罪 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第九十七条 新任或曾任 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之人 无正当理由 而泄露 平易秘密者 处一年 向有期徒刑 军役 或可新台币 十万元以下罚金 处有特别规定准位 新任或曾任 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之人 无正当理由 而泄露 其他职务上 知悉之秘密者 处六月 向有期徒刑 军役 或可新台币 八万元以下罚金 第九十八条 处有特别规定准位 有下令进行之一者 处六月 向有期徒刑 军役或可新台币 八万元以下罚金 一 无正当理由 而违反第十九条 第四项 第二十六条 第五项 或第四十条 第一项 不得泄露所知悉 秘密之规定 二 意图影响审判 而违反第四十一条 第二项 不得刺探依法 应与保密事项之规定 第九十九条 候选国民法官 有下令进行之一者 得处新台币 三万元以下罚欢 一 明知为 不实质事项 而填在于 候选国民法官调查表 提出于法院 二 经合法通知 无正当理由 而不与国民法官 选任其日 到场 三 与国民法官选任 其日为 虚伪之陈述 或无正当理由 拒绝陈述 第一版条 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拒绝 宣誓者 得处新台币 三万元以下罚欢 被为国民法官 经递捕为国民法官 拒绝 另行宣誓者 一同 第一版 零一条 无正当理由 而有下令 其行之一者 得处新台币 三万元下罚欢 一 国民法官 不予审判其日 或中局 平议时 到场 二 国民法官 于中局 平议时 以拒绝程序 或其他方式 拒绝 履行其职务 三 被为国民法官 不予审判其日 到场 第一百零二条 国民法官 便为国民法官 违反审判长 所发 维持秩序之命令 致防害审判其日 诉讼程序之进行 经制止 不停者 得处新台币 三万元下罚欢 第一百零三条 前四条 法官 正处分 由国民法官 法庭之 法官三人 合议裁定之 前项裁定 得抗告 第六章 国民参与审判制度 成效评估 第一百零四条 国民参与审判制度 成效评估期间 为自中华民国 一百十二年 一月一日起 六年 必要时得由 司法院延长 获所短之 第一百零五条 本法实行后 司法院应急 成立国民参与审判制度 成效评估委员会 以下简单 成效评估委员会 进行必要式调查研究 并于每年就 前一年度 制度 施行之成效 提出成效评估报告 成效评估委员会 应于成效评估 其间届满后 一年内 提出总结报告 其内容包括 国民参与审判制度 施行状况之 整体性评估 以及未来法律修正 有关配套措施之建议 第一百零六条 成效评估委员会 至委员十五人 以司法院院长 为当然委员并任主席 与司法院代表二人 法务部代表一人 及法官检查官律师 是代表各二人 学者专家 及社会公证人士 共五人组成 委员任意性别 别例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前向学者专家 及社会公证人士 应包含据 法律及法律以外 专业背景 选者专家 共三人 及其他背景之 社会公证人士二人 成效评估委员会 委员经委无几职 除司法院院长为 因此本法 事情日前 以下例方式产生 一 司法院代表 由司法院院长 就所属人员中 指派兼任之 并依职务进退 二 法务部代表 由法务部部长 就所属人员中 指派兼任之 并依职务进退 三 法官检查官律师代表 由司法院 法务部 全国律师联合会 分别各自推举 四 学者专家 及社会公证人士代表 由司法院院长 司法院 及法务部代表 与前款法官检查官律师代表 共同推选之 委员出学时 司法院院长 司法院代表 法务部代表 及法官检查官 律师代表 因原产生方式 递补缺额 学者专家 及社会公证人士代表 由宣任委员 共同推选 递补其缺额 第107条 全校评估委员会制 执行秘书一人 助理的人之五人 执行秘书由司法院 决定或聘用之 助理由司法院聘用之 执行秘书成主席之命 搜集资料 筹配会议及 断理其他经常性事务 执行秘书及助理之聘用 业务管理及考的办法 由司法院定之 第108条 为评估制度必要 司法院的聘用 适当人员为研究员 但不得于六人 研究员 承成效评估委员会之命 执行有关国民参与 审判制度 成效评估之研究 研究员之聘用 业务及考会办法 由司法院定之 第109条 司法院因编列预算 支应成效评估委员会 运作所必要之费用 第110条 承成评估委员会之 组织归想由司法院定之 第7章负责 第111条 本法实行系则 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 第112条 实行前已系属于各级法院 而属本法实用范围之案件 仍依依实行前之法定程序终结之 第113条 本法属第17条 至第20条及第33条 至公布日实行 第5条 第一项第一款字 中华民国115年1月1日实行 为其余条文字中华民国112年1月1日实行 缺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经先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没有文字修正 没有 结议国民法官法制定通过 报告院会 华民法调刺及调文中之调刺 如有不一致的情形 授权意识延连调整 另外 扁案相关提案 修正动议及立法说明 均列入公报记录 报告院会 现有扁院 委员 柯建民等人 针对扁案三读之决议 提出复议 并请院会随即表决处理 报告院会 现在来进行处理扁建复议案 现在就进行表决 针对科委员 现在已经按了 在这里 现在实际上 我们的连接 而归归 到我们的连接 好 好啦 Recognizing... 先 Vin amount 这一开始 adin about Crucial 刚才放些 默奏 Scriptures 所以秦语 支柏反争 向前来飞 支柏反犯 向前来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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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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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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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